同样很奇葩的理由出现在郭某的身上 他是一名装修工人 用工作的机会偷了很多的装修材料 不过他没有销赃 而是藏在了一个仓库里 他给警方的理由也很奇特 今年4月以来 常州中楼警方多次接报 一些正在装修房屋的业主装修工具 新购置的家居物品被盗 民警侦查发现 装修工人郭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暗中摸牌后 民警在被盗的小区楼下将郭某抓获 被抓后郭某交代了自己 六次刑切的犯罪事实 手电钻 水瓶仪 各种电源开关 洗浴用具等 除了装修工具 还有许多未开箱的家居物品 偷了这么多东西 郭某并没有嚣张 全都藏在这个仓库里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父亲带的癌症 去年查出来是今年 正月初六十了 然后我几次查出来 癌症 那时候是我母亲 突过梦给我 说你这个跟你姐姐 你姐姐这个癌症 反正时间不长 但是跟你的话 你们两个肯定要走一个 我说呢 因为我这体的查实地 看不住 郭某自称 母亲在她十六岁那年 过世了 父亲在今年初 因癌症去世 而姐姐又被查出癌症 她担心自己 也会患上重病 于是按照母亲 梦中所托 开始行窃 然而对于郭某的这番说辞 检查机关审查后认为 漏洞百出 据了解 郭某长期从事装修工作 知道许多装修工人 业主会把钥匙 放在门口的消防栓里 或者脚垫下 于是他就到处转 看到哪家在装修 就去尝试一下 结果屡屡得手 经价格认定 郭某盗窃物品总价值八千余元 目前因涉嫌盗窃罪 郭某正被审查起诉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